中文字幕 李宗盛 《明星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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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的屏堂 下的厨房不怕累喝脏 我睡得比你晚 我起得比你早 擦地洗衣 桃米 做饭菜炒得本本香 工作家庭两头忙 我对不起孩儿探娘 谁是来的女婿我来当 女婿我来调大梁 生活越过越辉煌 美好的日子 一天一个阳 一天一个阳 生活琐碎脑别扭 我先向你投降 开辆车主席 防游世界风光 分年各界好事好理先 记得丈母娘 爱家爱嘎母人好 我光大发扬 新世来的女婿我来当 女婿我来调大梁 生活越过越辉煌 美好的日子 一天一个阳 一天一个阳 新世来的女婿我来当 女婿我来调大梁 生活越过越辉煌 美好的日子 一天一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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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来的女婿我来当 年代女婿我来当 女婿我来当 女婿我来当 世来的女婿我来当 女婿我来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反正今天啊 马丁教授 是非住咱家不可了 你知道吗 因为我让他已经 把那饭店给退了 他住哪住哪定不重要 你妈真说了 让我摆平他 这难度可大了去了 你想 两年前 我为了摆平刘建林 当然你别不高兴啊 我这脑细胞死了一半 还有 为了教育好那个住颜平 我脑里瓜子 这细胞又死了一半的 是吧 你现在让我摆平大汗 这是个什么人 高至上犯罪分子啊 这难度太大了 那怎么办呀 反正不管怎么着 你也得摆平 你知道吗 你在我妈心里呀 你就是那顶梁柱 她觉得就是 天塌下来了 你也能扛住 那我也扛不住 为什么 我留肩膀 我说话说回来了 小语这个事啊 就应该扼杀在摇篮里 进 不好意思 麻烦点声 我 我 我 你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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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坐下吧 来 是 是这样去 我 我会常理解 你们全家现在这种 乳临大敌的状态 不过 等你们听完我的故事 可能就不会这么紧张 那当然也有可能 会更加紧张 就要看你们的 心理数据怎么样 情绪控制力怎么样 OK OK 我尽量不说专业俗语了 蛮难懂的 你什么意思啊 我 这样子 我这一次和小语到北京来 不是为了和她结婚 是为了面见她的爸爸妈妈 是不是想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非常喜欢小语 想帮她摆脱困境 摆脱困境 怎么来捣乱的 你们不要误会 因为我对小语的喜欢 是那种非常纯粹的 很纯洁 是精神恋爱很干净 看不出干净啊 我说马丁教授 咱都是老爷们儿 你别在这儿放烟雾蛋 就你刚才说那些话 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我 不会吧 我们绝对是柏拉图式的 你装十三是吧 什么叫装十三 那什么叫柏拉图 柏拉图就是古希腊 一个著名的 行了行了行了 两位老爷们儿 咱们说点正事行不 说具体的 马丁教授说具体的行不 好好好 我之所以到北京来 是因为有一次 在我的选球课上 我对小语进行了 疯狂 就是催眠 你们有听说过催眠吗 催眠术 是心理治疗的一种技术 是通过人为诱打 引出一种 似碎非碎的精神 保护心理状态 这是在十八世纪 奥地利的一个著名的精神病医生 还是某创立的 到了十九世纪 精神分析学派的鼻祖佛洛伊德 说小语的事 别说那个什么什么缺德啊 好 说小语 哪一次 在我的诱导下 小语慢慢地 进入了催眠状态 几分钟之后 她突然警醒 喊了一句让我感到非常震惊的话 我总于明白 小语为什么这么喜欢我 这么喜欢 年纪比较大一点的男人 那是因为 她认定 有一个人 阻断了她享受父爱的管道 管道 就是你们所说的渠道 不是 她喊了句什么 我喊李桂兰 我妈招你惹你了 我丈母娘怎么递你了 不行 这是小语喊的 我喊李桂兰 当时就这样喊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 如果不解开小语这个心结 她就会铁了心地嫁给我 可惜 可惜 我们不可能结婚了 就这样子 我的话讲完 晚安 快点 吧 有钱走遍天下 没钱蹭步难行 一路走走rusrus 发现没钱不行 让我走 我就一块地铁三块地 严嫔啊 上海这几天要降温了 你可一定一定要注意报呢 刘敏 祝严嫔在上海你知道 你谁啊 我是她老婆 祝严嫔你给我出来 你去上海到底干嘛呢你啊 你要是不跟我说清楚 你冰箱我给你回家 嗨 早安好小丁 看电视了 太熟了 刚才哄了本孩子 这孩子也是 这有了孩子我 就盼着他长大 马丁教授 刚才我哄孩子那会儿啊 我就跟孩子说了 我说孩子啊 快快长大吧 长大以后啊 像马丁教授那样 成为一名出类拔萃的人 小丁啊 孩子不是这么教育呢 那你说怎么教育 是这样 当全民 都把成功上升为 一种绝对真理 成为人人趋之若鹜的主流价值观的时候 成功 就会变成一颗毒药 而我们呢 就会沦为牺牲品 小丁啊 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想过 成功这个东西 不可能一学就会 其实这个社会上 真正的成功人士 不会超过百分之一 而且都是 离不开 努力和觊觎 说成功人士 不光荣 不成功人士可起 那么这个社会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大多数 还怎么活下去 其实这个社会上 有很多美好的事物 很多美好的情感 都是成功 不可以教的 你作为爸爸 应该教孩子怎么去化现美好 而不是 怎么出来拔萃 别说话 这教授就是教授啊 说出来的话就是不一样 把那教授 我隐隐约约 能听懂一点 这样吧 把孩儿她妈教出来 你给她讲一下 你给她扫扫忙 小丁 你能不能把 小雨爸爸的电话给我 我有话对她讲啊 这种事 最好是你当面跟她说好 还有你说在电话里边说吧 恐怕 说不清楚啊 也好 也好 这样我提醒你一下啊 如果你俩真见面的话 有点方式方法 毕竟老人呢 岁数有点大 对吧 孩子恐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大俊哪 都是爸爸不好 都是爸爸不好 你一个人让在这儿了 哭了是吧 是不饿了 来来来 咱去看妈妈给你做什么好吃的 好了好了 看看妈妈 给你做什么好吃的吧 看看看看 看看你妈给你做什么好吃的 小米粥啊 嗯 起来了 怎么个意思啊 大俊妈妈一早抱过来的 我妈一早就把大俊给送过来了 孙子小雨在家大闹天空呢 她把大俊放了就赶快回去了 我看这意思 她把小雨软禁 我这个丈母娘可真行 退休以后的生活丰富多彩 要不这么着吧 我来做饭 你跟那教授聊一聊 聊什么聊啊 你昨天不是跟她聊得挺明白的吗 我看你啊 赶快把你的工作放一放 把这马丁赶快请回香港 然后把小雨的这精神病 赶快治一治 这个娃娜说什么呢 来死他把啊 我给上 kiss kra 挣嘴巴 这来这什么窄呀 有油烟有油烟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都变成黄脸薄了 到不都是去搬 你没看见吗 哪有啊 这了 没看见 哪啊 丁巡林 你最大的缺点就是睁着眼ani说瞎话 你还是不了解男人 其实老不漂亮不漂亮的并不重要 张 stateduzan 漂亮了吧 看久了不一样吗 关键的你是我媳妇 能陪我到死 这是最重要的 丁盛丽啊 你根本就不了解女人 你这么表扬一个女人 她是不会高兴的 来 来 来 你是不是得了 产妇忧意证了 要不然这么多得了 你跟那个心理专家聊一聊 要么就回出版社上班去 没事啊 大俊 要么你就回出版社上班去 那么多人呢 这才心里 你想出去啊 这句 有油烟 我让她跟马丁坐一盆 谁产后忧郁了 大俊都多大了 讨厌我就直说嘛 吃的 还让我去单位上班 什么意思 看我烦了是吗 不顺眼了是吗 丁盛丽 怎么了 你烦我你就直说 你现在对我的厌倦 全写在你的脸上了 知道吗 没有啊 喜欢你还来不及呢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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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跟你说了 我上班去了 上什么班啊 你把家庭环境弄这么恶劣 你拍屁股说走就走啦 那我什么心情啊 还有张玛丽要回来了吧 你赶快跟她谈 升职和嘉信的事 我现在是看出来的 你爱讨厌不讨厌我 反正啊 你把我儿子的生活环境搞好了 我别的 我什么都能忍 什么叫你儿子 那也是我儿子 对了 她爷爷来电话了 想大俊了 咱周末带回去给她爷爷看看 想大俊他不能来吗 大俊他多大呀 怎么出门啊 他爷爷想孙子就让他来呀 我欢迎他到家里来住啊 真是的 我也不知道我哪儿得罚你爷爷 大俊的爷爷 不是我不出去 是我出不去呀 我妈二十四小时看着我 我走哪儿她都知道 我都觉得我家好像装了红外线测试仪 玛丁 我走 要不我从我家窗户跳出去吧 不够也就 站住 都挂了 妈 你想干什么 妈 我出去一趟 走 我不是去找马丁 妈 我昨儿不是跟您说了吗 我要开一家心理诊所吧 你说我都毕业这么久了 我总不能老在家里面待着吧对不对 这叫早就业早立足 我得出去看看店面去 向小雨 你这话才说明了一辈吧 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谁最了解你吗 那就是我骂你 那就是你骂我 我什么时候骂你了 别闹 我知道你是想看夫妻店 哎呦 这个夫妻两个字一出嘴 我都觉得别扭 有什么好别扭呢 不就是夫妻店吗 夫妻怎么了 我们这是恩恩爱爱勤劳致富 我这输出去都是震大光明的 你 你你你给我认住你 只要你老妈在 你不想出去 除非丁盛你把她撵走 要不然你卸着吧你 我马丁才不会走呢 我马丁太肉麻了 你省什么你 丁盛你这么一点小小的角色 她能逗得过我的心理教授 哎呀那可不一定 哼 这几年 你姐夫在我们家 那个创造的奇迹 那是阿鼠不胜鼠 你不在家 你不了解情况 这点小问题 对她来说 毛毛雨沙沙水 真的假的 假 当然是真的 那你看 你你跟我玩这个 你弄着点你进去吧你 进去 去 去 你玩的那种把戏 都是老娘我玩生下的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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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去去 什么味儿啊 香港男人那个味儿 就是散不去 害得老娘我还要消毒 你小子怎么时候回来的 哎 姐夫 你妈呢 怎么的了这是啊 搞这么严肃啊 对了 是不是你妈 没没没 姐夫 其实这两年我没有跟我妈在一块 姐夫 这两年她根本没跟她妈在一起 姐姐 这家伙一直在国内 每期明月都说是去创业 今天这个包阿南 向盈盈 你能不能冷静一点啊 不能 现在了吗我 你 姐夫 我今天来找你就是让你跟我做主的 你不是那刘敏的领导吗 你你赶紧把她叫过来 我要跟她当面对峙好好问问她 为什么破坏人家庭 为什么当小三 盈盈 小三这个词可不好啊 你先别瞎说 我问问她 我问问她 可能不是啊 我真的是解释不清楚了这事 就这点事她 翻来覆去折腾我一宿 一宿没让我睡觉啊姐夫 废话 这种事换了我我也得折腾你 你不去找你吗 你跑上海干什么去了 这事我慢慢再给你解释了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这个刘敏 我在上海不是一直跟她保持联系吗 不过我们真的就是普通朋友 我偶尔就是打打电话聊聊天 仅此而已啊 仅此而已 你不要说你没跟她见过面 你我 你我过去 行行行别激动 先别激动 是啊 我确实也见过面 不过我们也就是喝喝咖啡聊聊天啊 你看看看看 我说的没错了 你先别激动 你先别激动 我跟你说阿姨啊 你得相信她 你说哪个男同志没个女性朋友 你看我跟王芳 我们俩不就处得很好吗 再说了这个刘敏呢 我是比较了解她 这个孩子比较正直 关键是你天明点都回家呀 她呢啊 她两年了她回我家了她 她奔我一个人生在这儿 崔苗 我好好问问你啊 你敢说你这两年你都素着呢 二十多岁正是年轻立照的时候 我问问你 你问问你 你还有什么 我就把它 你快说你 不诗吗 姐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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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吧 先冷静冷静都冷静 我跟你说啊 这种事你别让让 咱回家说行不行 姐夫你得给我做主吧 我给你做主 按说两口的吵架 找领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这种事咱能不能回家说 你到办公室来 对她不好啊 不好 那我不当你是领导 想胸如腹啊 姐夫 怕那我是没法说了 我怕他欺背过去 可你是我们家大哥呀 这事你得替我做主 你得帮我 我替你做主 我一定替你做主 坐下听 你太不笑话了 你小太不吃个东西了 你怎么对盈盈这个样子呢 我 不是盈盈盈盈 你先回去 因为我当着你的面吧 有些话我不好骂他 我得给他留点面子 好不好 你先回去 走 主任平 我告你啊 你你别让姐夫明天装傻卖萌了 我姐夫不是妈 她不是你那套 我不吃你那套 小姐你先走 我先走了 姐夫 主任平太大人了 是是是 惨人惨人 你先回去 姐夫 你一定要好好教训她 我一定教训她 一定教训她 你先回去 姐夫 我明白你要说什么 你先走好不好 周延平 你算个什么东西吗 你这样对得起人相应应吗 你这么对人应应你不公平知道吗 你不负责任知道吗 对不对 人家营营多辛苦啊 对不对 你年纪轻轻的好都不许 你只能学这个 好的你不许 是吧 这 哎呀 哎呀 你怎么回来你们说一声啊 这不是突然没想到发生这个事了 扯什么扯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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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坐坐坐 多谢 也不让你来喝啥 给你药杯水 好不客气 谢谢 有什么话你说吧 我也想听听你这个教授的高见 听你解释解释跟我女儿的关系 但我提醒你 要想在我这儿打开个缺口 那你还是守上心 我旗帜鲜明地告诉你 你跟我女儿向小雨的事 那是不可能的 向先生你有误会我 我今天来是想和你谈雷 和小雨妈妈呢 谈谁 我和她妈妈 我俩有什么可谈的 是这样 向小雨之所以要嫁给我 和我结婚 完全是因为雷 和你太太感情不合 我先表明一下我自己的立场了 我是不会和小雨结婚的 因为我是个独身主义者 我人生的全部兴趣 都在于做学问搞研究 我是不会走进婚姻的 也不会组建家庭 为什么 那是因为没有一个女人能够受得了我 没有女人能够受得了我 自己的丈夫会依然把她看透 不是 你到底想说明什么 我是说 向小雨爱的不是我 是雷 什么 对不起 我说的这个爱是泛指 是广义的 向小雨之所以喜欢 年纪比较大的男人 但是因为她不敢从你那里 肆无忌惮地得到父爱 从她的潜意识上认为 你和你太太关系紧张 完全是因为她的出现 教授 这个不太容易听明白 你能不能说得再通俗一点 你如果想让小雨离开我 健健康康地生活下去 我指的是心理健康了 你就必须做出改变 当着小雨的面 你要和你太太恩爱起来 打消她的恐惧 教授 在这世界上 任何一件事情 只要对我的女儿好 我都可以全力以赴地去做 让跟我太太恩爱 做不到 再说了 你这事 你这事是真是假 我都不知道呢 说得这么玄乎 行了 行了 别哭了 你看周元璧已经回来了 要不然你就搬回去住吧 你老这样 妈心里也不舒服啊 姐 你说 换都是姐夫这样对你 你能受得了吗 你是不是得跟她离婚 行了 别提你姐夫了 但是莹莹我告诉你啊 离婚二字不能轻易说出来啊 太伤人了 不过周元璧啊也是有点过分 但是莹莹你也应该理解人家呀 你看颜璧她妈走的时候 她呀可能打击特大 是 她妈觉得她幼稚 觉得她需要自立 她想证明自己想去创业 这些我都能理解 可她不能瞒着我呀 还一个人跑到上海去上起班来了 这叫什么事啊 还跟那个刘敏不清不楚的 姐 真的 我估计我这辈子也没办法原谅朱元璧 作为丈夫 她跟姐夫比起来她差远了 行了吧 你姐夫啊 也就那么回事 现在我们俩呀 话越来越少了 真的 自从生完孩子以后吧 不知道怎么了 也不知道是她变了还是我变了 也许是我吧 我现在老了 不漂亮了 没自信了 算了算了别提她了 真的 一提她我就烦了 音音啊 要不然这样吧 那个马丁 她不会催眠吗 你让她给朱元璧催一下 没准啊能催出点什么呢 你说 让马丁给朱元璧催眠 不行不行不行 家丑不可外扬 这事我连妈我都瞒着呢 我怎么能让一个外人知道呢 我可丢不起那人 你就知道找一位心理医生呗 这是 对了姐 你不是也想知道姐夫爱不爱你吗 要不你先让马丁拿姐夫施施手 有真灵的话我就带朱元璧去 你不是说家丑不能外扬吗 姐我求求你了求求你求求你了 为了你妹妹我的婚姻幸福 值得让姐夫去当一回小白叔 给了你 哈哈哈 做饭呢 待会我给你打下手 啊 你看我还买了你要的油 绝对的一比一比一 今天怎么了 说话怎么像太监一样的 乖乖的 老李啊 你怎么说话那么难听 谁像太监呢 我是想到你退休了 应该在家里一养天年 你可你还在这儿 要给我做饭 委屈你了 老婆啊 没老婆老婆的 这叫人停了不舒服 你 你没喝酒吧 没 没酒味啊 当然没喝酒了 我不光是今天不喝酒 往后也不喝酒了 因为我知道你不喜欢酒味啊 少来 好像多在乎我似的 那我明确告诉你 我不光讨厌酒味 我还讨厌鸟屎味 你不是把人家玛丽的八哥 养得挺好的嘛 老李 我现在就把张玛丽的八哥给放了 你发疯啊你 干什么 为什么要放掉 两年都坚持下来了 人家张玛丽马上就回来了 你怎么跟人家交代啊 张玛丽算什么呀 我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想逃你好啊 老李 老李 怎么了老李 我不习惯 你吓死我了 少爷 你出来 你来看看 看什么看 看你抽风啊 我 少爷 怎么了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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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你都不来就看呀你 这都怪你 超什么疯狂啊 你说你在那边 你要摔倒了 我当然要抱住你了 我在女儿面前 什么时候做个大豆子 我一是一又没让人回来 怪我 我习惯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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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想选 快快去追 自己关我 喝点 好东西 爸妈逮了 我想跟你咨询一件事 好 请讲 你说的那个催眠 真的起作用啊 那要看你用来做什么 比方说啊 我要劝一个人 让他呢 不要去干不该干的事 或者说呢 我要告诉他一个道理 我这么跟你说吧 N多年前我看了一个电影啊 就是把人的脑子里啊 植入一种想法 那么这种想法呢 过去很多年都不会忘记 你这个催眠能做到吗 做不到 你做不到 你说的神呼气神的干吗呀 小丁啊 你肯定遇到难处 告诉我 你想跟你太太只有什么想法 我尽量帮到你 不愧是教授啊 一眼就看出来了 行 那我 我说实话啊 我就是想告诉他 我们现在的家庭很幸福 很阳光 我们的孩子呢 很健康也很聪明 那么他老公我呢 仍然很爱他 不嫌他没工作 那么作为他呢 仍然像当年一样漂亮很年轻 我不嫌他是黄脸婆 你这不是一个想法 你这是N多想法 小丁啊 中年危机已经向你招手了 不过不要害怕 一切都会过去 小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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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开一趟门 好 来了 又又又又 小丁啊 妈 那我想死你了 好 要乖啊 要乖 乖了 一切都会过去 很快很快 喂 妈 是 小丁跑这儿来了 知道了 你就放心吧 有我和胜利呢 好好好 怎么黏上了 不是说好的是 波拉图式的吗 姐夫 您就别跟我妈那掺和了 反正我这辈子 非她不嫁 丁丁丁 丁丁 不 夏小丁 夏小丁 你果然在这儿 起来起来起来 你走走走 跟我回家 爸 你放死爸 我不跟你回去 我妈不理解我就算了 怎么连你也不理解我 我理解你什么 理解你什么 就这个 你能理解吗 你倒是说句话了呀 我真的不理解 小丁啊 听姐夫一句劝 你看你吧 刚刚完成学业 是吧 正好是报效社会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可不能老想的 是谈恋爱呀 你得先工作后成家 对吧 马丁要说咱都是老爷们 打着天窗说两话 昨天晚上 你怎么跟我说的 你当着小雨的面 你都把她说出来 你为什么来北京 你 你跟我姐夫说什么了 我们不去讲考 先不要告诉小雨的吗 不是爸 马丁不是跟你谈过了吗 这事能隐瞒得住吗 这事能隐瞒得住吗 你还跟我爸聊了 你们 你们到底在搞什么鬼啊 麻烤怪了 也好 反正窗户子早一点捅破 也不是什么坏事情 小丁 还是你比较明智 小小雨 今天就当着你爸爸的面 我把所有话都讲出来 别别别 你别说 要说 让我自己跟我女儿说 请你们俩回避回避 回避 小雨 对不起了 我真的对不起 我真的对不起 搞了一辈子明镇工作 现在才明白计划生育的重要性 孩子生多了全都是冤孽 你要站着干什么 坐下 坐下 你饿什么呢 你饿什么呢 我说啊 你别带大青过来啊 这有辐射 快 离我远点来来 行行行 你也少上会儿晚吧 对你身体不好 那怎么办呀 网上有我的粉丝啊 网上有我的连载啊 网上有人跟我聊天啊 不像生活中 我跟你说 我有连载让你看 你看了吗 你一个字都没看 我不是吗 妈 你妈 你是大盲人 我知道 我跟你说啊 就你那些小说啊 我必须得 有一个风花雪夜的心情 是吗 你现在俗事缠身 压力深大 所以你没法看 我知道我了解 行 别再说了 外边还谈着呢 说不定啊 一会儿我得出去 去给他们摆平一下 我 我挺好的 说实话 我也挺知足的 我也挺幸福的 我就是说说去这样 你解压 就你压力大啊 我就没压力啊 林胜利 你说 我放弃工作 在家给你生孩子 给你带孩子 林胜利 怎么着了 你还有压力啊 对了 胜利 我在网上啊 有一个粉丝 给我出了一个主意 他说啊 老人和老人之间呢 就应该多跳交际舞 跳交际舞呢 一个是可以健身 还有一个呢 它呢是需要身体和谐 然后身体和谐了呢 精神上就能和谐了 我是想 让我爸我妈 也去敲敲交际舞 行了 你妈能同意吗 你妈绝对不同意 那个粉丝 怎么能出这么个招呢 我觉得你爸你妈挺好的 半辈子都过来了 不也挺幸福的吗 是不是呢 你看大俊都同意了 都乐了 行了吧 你哪能看出来啊 咱俩之间的问题 你不就看不出来吗 怎么跟你说这么半天 一句听不进去啊 爸爸还会害你吗 你想啊 就那马丁 我跟他俩沾一块 谁是谁女婿 你要是嫁给他 爸爸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跟他相处 爸 我知道怎么跟他相处 不就行了吗 你跟妈对他的年龄 是有意见 这我非常能理解 不过 没办法啊 我就是喜欢 比我岁数大的嘛 那些年轻小孩 我看着实在是不来电呀 就觉得 差了倍呢 胡说八道 孩子 有件事跟爸说实话 你这个 这个 喜欢岁数大的男人 跟爸爸有关系吗 你说练父亲节呢 别笑 严肃点 没什么关系 对 虽然我爸是长得挺帅的 不过从气质上面来说 还是少能为爹爹浪漫 不是我喜欢你那些 不过作为爸爸 我还是很喜欢您的 去去 没大没小的 你自己都已经是个 心理学的专家了 你倒给我分析分析 你自己的这个心理 你说你这么年轻 为什么偏要喜欢 这么大岁数的男人呢 岁数大的 能够包容我 能够 有责任心 能够给我安全感 能让我 自理门户 能带我 离开这个家 爸爸还是不懂 爸 我当小孩呢 已经当很久了 其实从心理年龄上面来说 我已经很成熟了 跟马丁不相上下 自理门户 对我来说完全不是问题的 你说这些话可都是认真的 你嫁给这马丁 就是为了要离开这个家 我跟你妈就 这么招你烦 是我招你们烦 我记得 小的时候 是您硬要把我领回来的 我妈不同意嘛 自从我进来了 你跟我妈就没有停止过争吵 如果有一天 我 我走了 那所有的灾难 争吵 不就也可以被我一起带走了 不就也可以被我一起带走吗 人家这个老婆呀 专家 到底是专家呀 说的那些话有道理 爸 他到底跟您说什么了 我下面呢 我 Matthew 你会跟他碜到的吗 带你好 discovered 你遇到我 吧 朝着风暗暗炫扬 这情绪随着幻想飘扰 我每一天都有美好心跳 爱在浪漫中舞蹈 情在思绪中飘 让真幸福占据我每一分一秒 让我的爱一直想随到天荒地老 温馨在港湾偷偷的主场 让我一想越觉得好 我和你牵手比生命重要 你就是我心中美丽城堡 爱在浪漫中舞蹈 情在思绪中飘 让真幸福占据我每一分一秒 让我的爱一直想随到天荒地老 爱在浪漫中舞蹈 情在思绪中飘 让真幸福占据我每一分一秒 让我的爱一直想随到天荒地老 嗯 音乐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